第三个问题 居思为家人 切肉烧菜是否犯傻戒 这一桩事情在家里 只要不杀核的动物 你到市场去买那些已经杀好的 这样就不犯戒 如果买核的东西回来杀 那犯戒 你买核的鸡 核的鱼 买回来杀 这个事 这犯傻戒 人家杀好的 你买回来的时候 这个不犯傻戒 这是佛家讲的三尽肉 不见啥 不闻啥 不为我啥 那么你在家里面 做这些婚姻心 给你的家人 你自己最好呢 吃肉鞭菜 故事后 禅宗六族惠能大使在猎人队 吃肉鞭菜 少年 你用这种方法 感化你的家人 他们吃肉食 常常生病 一速食 身体健康 最初的时候 他认为你们吃素的人 营养不够 没有体力 比不上他 过了几年之后 发现是吃素 比吃荤的人健康 比吃肉的人 长寿 慢慢他就觉悟了 素食出胜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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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